鐵路下就有了 車子都還沒使進隧道口 就有租車業者在stand by 今天分台兩兩騎真的滿是 一看到車子 工作人員立刻揮手 借你車窗搖下來 三吋不爛之舌 立刻轉線 看你要騎電動還是腳踩 腳踩車的話就算有120個 一路往鐵馬道開 陸續可以看到租車行的工作人員 開裝後風鐵馬道風景優美 不少遊客喜歡到這裡 享受自然風光 在腳踏車道的兩邊 租車行競爭非常激烈 你們要去哪裡 我們就要來看你們 不能去騎車 為了搶客人 業者出動所謂的小蜜蜂 平日三到四人一組 假日出動十來位 靠人力招牌引客 但不是人來才抓 從300公尺外的道路轉角 戰鬥就已經開始 壞了很多的招牌 另一邊的石崗大壩 租車行的密度更高 租車行多本來就競爭激烈 交上現在正在進行 國四的施工工程 業者們只能想辦法 把自己的招牌往外掛 要吸引客人 施工為例上 掛滿車行業者的旗幟招牌 微微奇觀 前面擋住了 要請工讀生去外面那邊 石崗端因為剛好是後風東風 兩條鐵馬道的交匯點 全盛時期擁有40多家租車業者 現在因為疫情 加上國四工程 只剩下24間數量砍半 可能會就比價一下吧 消費者越來越聰明 來騎車都會先做功課 不然就是先比價 競爭激烈下 業者透過掛招牌 出人力 替網路評價 要想辦法求生存 接著廉江新疆景城台中採訪報導